中国人是最爱存钱的民族之一 截止2017年5月 央行公布的境内居民住户存款为62.6万亿 居民住户存款跃跃攀升 但把境内居民的人民币存款 减去住户的贷款后发现 中国人手里已经没有大量存款了 全国居民净存款仅上26万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一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回顾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 截止2017年5月底 境内居民存款为62.6万亿 交年初增长12.97% 交去年同比增长18.79% 从贷款来看 过去几年中国居民贷款 已经呈现爆炸式增长 境内个人人民币贷款 已经从2010年的8.8万亿元 飙升到现在的36.4万亿 当然主要是因为房贷增长较快 从2010年之后 把境内住户的人民币存款减去住户的贷款 就得到居民净存款数据 结果显示截至今年5月 全国居民净存款仅剩下26万亿 我们知道居民中长期贷款中绝大部分都是房贷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增房贷方面 其增速放缓 但仍远远高于历史数据 仍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家庭房贷增速开始明显滑落 但存量仍居高不下 同时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 目前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的新增值 与占全部贷款的比重 与2015年之前相比 仍要高出许多 房贷存量居高不下 居民家庭债务累计速度惊人 从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 这一反映家庭债务负担的指标来看 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 在2016年底达到了44.4% 上才高等研究院课题组认为 从历史经验上看 居民的杠杆率并不是很高 比如截止到2016年底 美国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 为79.5% 日本为62.5% 英国为87.6% 即使在美国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前 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60% 从数据上来看 家庭债务水平虽然不高 但其累计速度却是惊人的 戈尔瑞研究中心认为 政策以稳为主 但三四线将成为新竹场 近代收缩的影响将逐渐显现 总体来说 目前中国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但是仍要警惕局部风险 比如房价下跌 可能引起的违约风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